第六时代的麦克进化虽然好玩 但它没办法带上所有人玩 所以七八时代引入了Z招式和极具化 解决了专属和普遍间的矛盾 但我至今都不太懂 为什么在释放Z招式前 要来一场能抠出两时三天的尬舞呢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温暖了四季 谢谢你 感谢有你 世界更美丽 不过啊 这两个世代的玉三家定位倒是一点都不尴尬 诞生了许多超级强者 废话不多说 赶快进入正题吧 欢迎来到米旧的宝可梦世代大盘点 时间来到2016年 宝可梦进入到了第七世代 宝可梦太阳月亮百发售 本作的故事发生在阿罗拉地区 玉三家分别为 木木骁 火斑喵 球球海狮 先来说一下这代的盟王木木骁 他的进化链是木木骁 头玉骁 菊射树霄 主要原型取自于毛头鹰 装饰方面也存在一些拟人的元素 例如胸前的领结 最终进化型的兜帽等等 我们都知道 毛头鹰的脖子可以旋转很大的角度 木木骁自然也继承了这个特点 他能够180度的转头 是不是很可爱 来 换个音乐试试 玉三家在进化后会新增属性 这个见怪不怪了 但像菊射树霄这样变换属性的 还真是独此一家了 他从草系加飞行系 变成了草系加幽灵系 哎 一个鸟星宝可梦 竟然没有飞行系 简直比喷火龙 暴力龙 化石一龙 没有龙系更过分 能力方面 别看他长了一副游侠射手的样子 他的速度才70 在整个草系玉三家中 都是中下游的 整体分配成水桶型 双弓都过百 但都不出彩 耐久也还行 但打消耗也指望不上 梦特性远格 让他在使用接触类招式时 不会触发攻击目标 任何与接触类招式有关的效果 但发动这个特性的前置条件很多 收益也就那样 所以并不怎么好用 不过 专属招式凤影 倒是有着80的威力 关键 还自带了抓人效果 但他这个耐久啊 也要当心抓人的同时 被别人反杀 动画方面 历界草系 一个醋王 两个傲娇 三个憨憨 这件终于轮到草系 来当卖蒙王了 木木桥最大的特点 就是特别容易困 天塌下来都在睡觉 但人家在战斗方面 可是有着开挂的天赋的 不仅能当个飞行器 和别人组团来个合体技 而且 还深谙打不过就加入的道理 在与自己的进化型战斗时 竟然穿起了他造型的衣服 还自创了 类似画皮的特性 被打了 就丢衣服 衣服一丢 嘿 毫发无损 有一节 他甚至还会利用羽毛 来金蝉脱鞘 迷你丘都直呼666啊 这次也跑到 宝可梦阿尔宙斯里 客穿了洗脆地区的 草系羽三家 属性上 也从草家幽灵 变成了草家格斗 整体造型 说是参考了日本浪人 但我看着 更像妖怪合同 接下来 我们请出宇宙第一的 赤燕咆哮虎 他的进化链是 火斑喵 炎热喵 赤燕咆哮虎 主要原型是虎斑猫 进化后则是老虎 猫竹子嘛 性格总要高冷一些 所以这一代的傲娇 就落到了火系头上 作为玉三家来说 赤燕咆哮虎 为什么会有 宇宙第一的称号呢 因为他真的太好用了 尤其是在双打中 甚至不惧一众神兽 很长一段时间的使用率 都稳居第一 他的强大 是击大乘于一身的 首先 种族值分配的就非常合理 武功高达115 有很强的进攻基础 那就方面 HP和双防 也都达到了90加 确保了不同情况下的生存能力 真正意义上的攻防一体 特攻80也给了一定的灵活性 但浪费掉也不可惜 唯一的缺点就是 速度不快 其次 梦特性威鹤给的也很实用 出场就能降低 对面一级物攻 变相提升了自己的物防能力 再次 属性上 火加恶的组合 有6个抗性 和一个完全免疫 弱点上又有很多招式 属于物理类招式 这又契合上了 特威鹤的特性 最后 他本身能学习的招式也非常多 还有专属招式 弟弟金钩壁 金钩壁 金钩all the way 金钩bell 金钩bell 金钩all the way 金钩 哎哎哎 我怎么唱起来了 金钩需要扣钱的 弟弟金钩壁 不仅威力达到了85 而且还无视对方闪避率 和防御能力的阶级升降 好的分配 加好的特性 加好的属性 加好的技能组 这 能不好用吗 动画方面 这一代的火主 没有再被主人遗弃 人家出场 就是城市里的流浪猫 人不气我 我自弃 反正火系大多 都得惨一点 年幼的火斑喵 被长毛狗所救 从此相应为命 但随着长毛狗 逐渐老去 火斑喵 就承担起了 反补他的责任 他去世纪上乞讨食物 也是为了照顾长毛狗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长毛狗 不愿被火斑喵看到 就趁着他睡着之际 悄悄地离开了 但火斑喵 依然在梦中 感应到了长毛狗的离世 这一段毛狗起源 真的是一段大了一点 接着说 我们的美人海狮 他的进化链是 球球海狮 花样海狮 西狮海人 主要原型 自然就是海狮 海狮有擅长顶球的特点 这也可能是他的名字 以及把鼻尖处 夸大成球形的原因 但红鼻子这个造型 又很像小丑 所以也有设计灵感 取自于小丑的说法 这也导致当年 大家猜测其进化形式 都在往灰鞋滑稽的方向上猜 不过 历经过那么多世代后 也知道了 不要妄图在宝可梦中 去寻找规律 就光玉三家来说 很多在进化后 都会丢掉所谓的锚点 比如 你能想象 杰尼龟最后会长出大泡吗 刮过泡娃 最后会淡化了泡沫的设定吗 球球海狮 最终进化成了意想不到的海妖 并获得了妖精属性 有着非常明显的女性特征 但她的公母比例 依旧是7比1 你看到的美人海狮 大部分是公的 而说到名字这块 我特别喜欢它的中文译名 西施海人 既包含了主要原型海狮 又谐音了代表美的西施 同时加入了海妖赛人的元素 赛人是传说中 存在于大海中的妖怪 会用歌声吸引大海上的船员 西施海人 自然也就有了歌姬这个设定 宝可梦家的歌姬啊 也卷得厉害 从胖丁到梅罗艾塔 到西施海人 这音啊 一个比一个高 宝可梦家的歌声 宝可梦家的歌声 宝可梦家 宝可梦家的歌声 能力上西施海人特工和特防都很高 尤其是特工 足以支撑其成为炮台型输出 而他的梦特性湿润之声 能使声音类的招式变为水属性 主要运用于双打 因为他的专属招式 炮影的涌炭调会打自己人 所以在双打中 可以用巨声配合梦特性来替代 但在单打环境中 梦特性不如普通特性激流来的有用 动画方面 球球海狮是女主之一 水莲的宝可梦 特别喜欢操纵水球 但经常会玩拖 他和水莲有个离了大浦的战绩 钓鱼钓到了神兽盖欧卡 花样海狮也是为了追上 被盖欧卡拖走的水莲 而进化成了西施海人 不过 速度只有60的西施海人 是怎么追上速度90的盖欧卡的 嗯 在虚拟故事中 寻找真实感的人 脑袋一定有问题 时间来到2019年 宝可梦进入到了第八世代 宝可梦剑盾版发售 本作的故事发生在加勒尔地区 宇三家分别为 乔英侯 盐吐尔 泪眼熙 先来说一下乔英侯 他的进化链是 乔英侯 爬东侯 轰雷金刚星 主要原型当然就是猴子和猩猩 并将它们好动的天性 夸张为律动 结合了骨手等拟人元素 进化后呢 变得非常好放 名字格式和赤眼咆哮虎类似 而且也一样好用 懂了 以后名字越长 能力越强 他的种族分配 真的一点都不浪费 有用的拉高 没用的减少 特攻只分到60 更多属性点到了物攻 耐久和速度上 但真正让他成为热门的 还是他那恐怖的梦特性 青草制造者 不仅能够提升地面上 宝可梦草系招式的威力 同时在回合结束后 也能回复一定的体力 还能减弱特定地面系招式的伤害 并使青草滑梯 这个70威力的招式 变成先制招式 此外 他的专属技能骨骑 还能降低对方的速度 威力竟然也高达80 动画方面 乔英侯 原本是火箭队的宝可梦 后来 被这带主角之一的小猴 给抢了过来 天哪 到底谁才是火箭队啊 而且他的性格设定啊 也不太讨喜 不仅喜欢捣乱 还会抢其他宝可梦的食物 经常拿自己的棒子 去乱敲别人的脑袋 在别人的头上 玩太古达人 活脱脱一个熊孩子的模样 要不是他在主角团 还是宇三家 我真以为他才是反派呢 这让喜欢敲英猴的玩家 情贺以堪啊 不知道后续 还会不会有所反转 接下来说颜兔儿 他的进化链是颜兔儿 腾醋小将 闪眼王牌 主要原型自然就是兔子 蹦蹦跳跳的 运动感十足 进化后 融入了足球运动员的元素 说到他 不得不提咱们的水系门面担当 贾赫忍蛙 他的梦特性自由者 和贾赫忍蛙的变换自如 有一样的效果 也就意味着 他的招式都能吃到本系加成 而且他在种族分配上 甚至比贾赫忍蛙更极致 特攻只分到了65 更多的点到了物攻上 达到了116 速度也有119 典型的高速物攻守 耐久能力也略由于忍蛙 还能学习到不少高威力招式 在八代的环境中 普遍认为比忍蛙还好用 动画方面 颜兔儿是小豪收服的 第一只宝可梦 和小豪的感情特别好 性格像大哥 在没被收服前 就照顾着一群偷狐儿 后来 也一直在照顾着小豪的泪眼熙 当他进化成腾醋小象后 却仿佛变了个人 不仅会无视小豪的指令 还会在那边装高冷 不过再次进化后 这些毛病有全都好了 这难道就是 青春期的叛逆吗 最后来说一下水主 他的进化链是 泪眼熙 变色熙 前面臂翼 臂翼一般是指变色龙 属于蜥蜴的一个小分支 会根据环境来改变颜色 从而达到隐蔽的目的 泪眼熙一家就非常擅长隐身 此外 泪眼熙还是一颗重磅催泪蛋 哦 倒不是因为 他的身世有多可怜 而是因为 他的眼泪中含有强力的催泪成分 威力相当于100颗洋葱 只要他一哭 大家都会陪着哭 众人哭成一团 场面又惨又好笑 能力方面 前面臂的分配其实也很纯粹 高速高特攻 配上命笔纸包的耐久 典型的爆发型速攻守 而梦特性狙击手 可以使他在击中要害时 着实威力的提升 由1.5倍变为2.25倍 也进一步提高了他的伤害 但他的使用率 却是这代玉三家中最低的 倒不是因为他不强 而是因为其他两位太强 主要原因还是在梦特性上 相比于青草场地 自由者 狙击手这个特性 多少有点看脸 虽然可以配合一些道具和招式 来提升概率 但他那个脆弱的小身板 战场强化实在太冒险了 双打还能靠队友掩护 单打 直接送人头了 动画方面 这代动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玉三家全部被小豪收服 真主角小智 竟然全程陪跑 而且 这代玉三家在登场时 不是在偷东西吃 就是在抢别人的东西吃 要不然 就是偷东西给别人吃 加勒尔的宝可梦 究竟有多饿啊 和那些不愿进化的宝可梦不同 雷掩西特别向往自己的进化型 当他终于进化 以为自己成了千面碧翼后 却忘了中间还有个二段形态 醒冲冲地跑到河边照影子 看见自己非主流的样子 直接吓得原地一梦了 好了 玉三家的内容 到这里就盘点完了 这几期视频 虽然做得很辛苦 但能收获到大家的喜爱和支持 你就在这里 要再次表示感谢 感谢你的关注 感谢你的鼓励 也感谢你的批评 将来 我们还会一起来回顾 宝可梦世界里 更多有趣的小家伙们 最后 也希望你能够留言 说说你想听什么样的盘点 我会认真记下 成为未来的选题 好了 我是米旧 下期见